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AG在下季赛第一场比赛惨遭凌风 大家都以为这个新阵容不行的时候,AG又突然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昨天的比赛凌风的老干爹,跟第一场的表现完全不像同一支战队,没有什么掉点问题 社府配合很不错,新人打引魏扬表现亮眼 尤其第三局,魏扬的露娜还拿到一波厮杀 终于有了点野王的样子,这是AG在下季赛的第二场比赛,对比第一场已经在进步了 第一场新人实在太紧张了,魏扬还因此选错了英雄,有了经验之后表现没那么糟糕了 伊诺的失误也变得更少了,上一场的失误确实多得有点吓人 其实AG的比赛仅仅只有两场,还看不出太多问题或者潜力 只有更多的比赛,才能让我们看到这支队伍的真正实力 另外狼队也凌风了对手WE,可以说毫无悬念 狼队打不过的队伍,可能只有一star战队,其他队伍都不在华下 而WE就比较惨了,他们上一场刚刚被微博凌风 现在又被狼队凌风,S组真的不好待啊 WE在第二局还拿出了新版的公本打野 这也是公本重做之后第一次登场 很可惜这场比赛公本并没有出色表现 反而是11分钟就输掉了比赛,首秀就这样惨没收场 WE也失去了上个赛季的高光,似乎感觉不行了 可能已经达到上限了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A进迎风对手呢